甘薯的成长与相关性 甘薯别称番薯、地瓜 可用种子、金 以及块根等来繁殖 我们这上面都是地瓜叶 那地瓜的叶子呢 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它是一个火焰状的 那就我们可以从叶子去判断说 下面应该就是我们的黄色的地瓜 我们是用这样去 用叶子去判断我们的品种的 那地瓜会不会有花呢 有哦 这是我们的地瓜呢 是玄花科的 所以它会像千牛花一样会爬藤 也会长出我们的地瓜的花 那这个花呢 通常是在早上清晨的时候 比较滴露水的时候 它会开花 甘薯的块根 也就是我们一般食用的部分 为了储存大量的养分 甘薯的根会长成块状 特别膨大 一般呢 我们地瓜在种植的时候 是采水平擦的方式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它的种苗 它擦下去的时候 它是以横的姿态擦下来的 那我们在图表下呢 有几个芽眼 好像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那有六个芽眼至八个芽眼的话 它下面就会长六到八条的地瓜 而这些储存的养分 可以提供甘薯繁殖初期时所需的营养 所以又称为储藏根 到底储藏根是如何让甘薯开枝散叶 长成一块块美味松软的甘薯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快根的繁殖过程吧 将一块完整无虫害的甘薯 放入沉水的透明容器里 甘薯底部约进入水中三公分 观察生长情形并做记录 吸取了足够水分的甘薯 冒出了新生的嫩芽 卖出了成长的第一步 嫩紫色的芽渐渐茁壮为金 植物金的顶端朝向光较强的方向生长 称为向光性 可以让植物获得较多的阳光 以力进行光合作用 甘薯的快根没有结 根与芽的生长没有特定的位置 又称为不定根以及不定芽 浸泡在水中的下端容易长出根 而上端则较易长出芽 翠绿的叶子慢慢地长出来 形状是特别的火焰状 靠着水分与快根储藏的养分 甘薯长出了茂盛的金叶 农民多以甘薯的金扦插繁殖 快根会随着金的周围生长 细心的照料就能结实累累 甘薯生性坚韧 容易生长 是台湾盛型的食物 不仅是便宜的铜板美食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可说是物美价廉的养生圣品呢 除了快根繁殖法之外 同学们也可以试试乙金或种子来种植甘薯哦